我看 钢地的经济 它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政府只能做一个极其的规划 尽量的尽快的解决 现在已经解决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今天命念 后面解决外比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目前国内还有400多家 小平拉玻璃厂在继续生产 其产量占全国平板玻璃 总产量的20%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下大决心 关停这些小平拉玻璃厂 这些小厂对于整个玻璃行业 乃至整个市场的经营秩序 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所谓小平拉再生玻璃 是全部采用碎旧玻璃为原料 拉引机等及其简陋设备 生产的一种平板玻璃 从80年代中期在国内基本淘汰 进入90年代 因为看到玻璃市场有利可图 一大批小平拉企业又死灰复燃 从90年到95年 五年间 国内生产这种再生玻璃的 小平拉生产线已达到500多条 小平拉生产线 由于工艺落后存在着先 都会出现一些新变化 潜力巨大的中国航运市场 会吸引越来越多 跨国船务公司的目光 据上海港物质局长陆海窟 早前在吉隆坡举行的国际航运研讨会上透露 上海已经调高港口集装箱吞吞吐量的预测 有两年前所估计的到2005年能处理1000万标箱的能力 提高到1500万标箱的能力 增幅50% 目前外高桥码头的四方股东 上海港物局 何黄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中远太平洋和上海实业 共同投资3亿6000多万元 成立上海浦东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 为实现2005年的目标不懈努力 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上海港 这几年坚持做产业机构调整的文章 把集装箱作为优势产业 意义发展是很关键的 上海港可以讲从改革开放以来 已经累计投入140亿元 主要是用于集装箱能力的形成 所以我们坚持深度的超前发展 保证了上海港能够应对集装箱 这样一种快速增长的局面 2002年前三季度 中国的外贸 投资 消费 工业等 均增长稳定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.8% 消费增长10.2% 对外贸易增长18.3% 由此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 有关部门已逐步完善地建立起 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港口运输市场 使航运企业的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并积极进行结构调整 寻求港口航运企业的优势互补 探索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有报道说 对外贸易和集装箱的吞吐量 是经济兴衰的晴雨表 上海航运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2年 在世界经济回暖缓慢的情况下 中国沿海各港的集装箱吞吐量 依然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 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大投入 保障港区的物流畅通 提高口岸通关效力